你怎么会在这儿 这花日送给卢婉婉的 麻烦你出去 我知道 范爷都跟我说了 你要跟卢婉婉表白 所以我抢先过来了 既然你知道 就请你出去 我不想他误会 他已经误会了 我刚刚的话 就是故意说给卢婉婉听的 他刚才就在门口 我就想问清楚 全校都默认我们是一对 我也以为我们有 彼此喜欢的默契 只是都碍于面子 没有说出来而已 可是你为什么会突然 喜欢上那个卢婉婉 放手 我不需要和你解释 我这次不会再放手了 之前一直都是我太矜持了 我一直都觉得 谈恋爱这种事情 就应该男生先表白才对 可是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我再不主动 就都来不及了 我怎么可能输给卢婉婉呢 你要干什么 不是说好了 要公平竞争的吗 对 所以我来了 来竞争他 凡事要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我话还没说完呢 那你得等等了 是我先跟他表白的 先来后到 你要说的话 等我说完再说 晚晚 你也等一下 刚才 光爱和你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你送话给他 他喜欢你 愿意做你女朋友 恭喜了 但我们的事情还没解决 我跟你表白了 你的回答呢 就算你喜欢观爱 也要先拒绝掉我才行 是你说的 游泳比赛结束之后 就给我答案的 答案 答案我已经知道了 你要拒绝我 但我来这里 不是爱听闹 或者是是的 我想有理由 我对你的表白 是很真心的 所以 我希望你拒绝我的理由 也是真心的 不是敷衍 也不是玩弄 好 好了 你说吧 说完了 你笑什么 我很可笑吗 很可爱 拿着 拿着 你这么可爱 又收了我的花 我怎么舍得拒绝你呢 你的小脑袋挂里 每天到底在想什么呢 难道里面装的 真的是什么吗 可刚刚 关爱明明说 理由我没有 喜欢一个人需要什么理由 但问题我倒有一个 卢婉婉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那你现在就是了 那你现在就是了 你们太过分了 不好意思 我收完了 你说吧 我回避 公平竞争 这话我先拿走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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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